8月15日,服装设计师Richard肖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,秦叔培和西梦瑶11年前的合照,两位超模军一脸金色,那时候秦叔培才17岁,刚刚进入模特界,当时他留着黑长织发,气质温柔, 而18岁的西梦瑶那时,还在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就读,2009年才进入模特圈,照片中的他颧骨突出两下凹陷,是传说中的高级欧美脸,如果不是这张照片勾起回忆,现在大家似乎很难将两人联系起来,接应他们早已不在同一个圈子,秦叔培为陈冠牺牲了一个女儿,偶尔才会走秀, 而西梦瑶拍电影,上综艺节目,更像是明星而非模特,现在他正跟赌王儿子和邮神打得火热,岂有可能嫁入豪门,大概是2010年时,当时秦叔培已经嫁给了华裔高层赵磊, 据知识赵磊亲自去纽约,签了新萌扬若华裔的模特,由于两人同在一间公司,所以关系很好,还一度被称为超模姐妹花,2014年两人在史梅尔巴黎高级定制秀场外的时尚街拍, 如今回看,秦叔培跟现在变化不大,而秦叔培那时候还是一张高级脸,面部现调硬朗,相比之下,现在他脸部饱满,气质也开始变得精致甜美, 2011年,河岁一黑马姿态杀入模特圈,成为史上第二位为蜜的中国天使,有了他的加入,西梦尤家情书培加河岁,基本上又是三人,行的军业,还一起登上2013年3月的L封面,当时他们在采访中,透露三人关系很好,有时没事打打闹闹,互诉心事,相比之下,另一超模油文就遭到了孤立, 但可惜后来三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,据说是因为河岁拿走了西梦尤的代言,加上西梦尤死后不再走花衣的秀,所以三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,西梦尤离开后,传言河岁跟秦叔培,即使一起抱团孤立刘文,两人一起上封面,打造双生花的概念,但正超模圈的明争暗斗,一点都不属于乐圈。